弟兄姐妹们平安 主日平安 今天主日 5月份的 今天5月1号 5月份的第一个礼拜 我们继续来分享 《十二小先知书》里面的最后一卷书 最后一位先知 《马拉基》 《马拉基书》的作者 《十二小先知书》里面的最后一卷 也是圣经的最后一卷 作者 我们还是传统认为 是《马拉基》 先知《马拉基》 圣经里面没有提及过 没有别的地方提及过《马拉基》 神的使者 这是三章一节 也这么提到的 万君之耶和华说 我要拆遣我的使者 在我前面预备道路 你们所寻求的主 必忽然进入他的殿 逆约的使者 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到来 不但是指出了 先知书的作者是《马拉基》 同时在这边有很大的预言 这边的预言是 《语言施洗约翰》 我们知道先知《马拉基》书 是圣经的最后一卷书 与前面我们分享的 《撒加尼亚书》 以及《哈盖书》 是被掳之后的先知书 《哈盖》 接下来就是《撒加尼亚》 接下来就是先知《马拉基》 差不多时间 《马拉基书》和《哈盖书》 《撒加尼亚书》 差不多是要相差一百年 相差一百年的时间 也说先知《马拉基》 差不多是在煮前四百年多一点的先知 接下来除了《马拉基》最后一位先知以外 刚才我们说到的和施洗约翰 另外一个先知 在中间沉寂了有四百多年的时间 很多学者有些认为是四百三十年 有些认为是四百五十年 我们通过讲过两约之间 四百多年时间 中间沉默了 没有说话 因为很多人说 从波斯王国开始 主前四百多年时间 差不多四百二十年 四百三十年 有些人认为是四百五十年 圣经里面的学者不听着 有很多的学者认了这一点 但是我们说 两约之间四百年 神没有说话 之前有先知 祭司 及君王 我们上次分享的是 有从 祖长时代 然后到君王时代 然后到 祭司 然后到先知 这些时代 到最后我们说 祖耶稣基督 祂是即先知 祭司即君王 以一生的 我们说我们自从 约翰加尔文改革中以来 普遍的人认为 我们的人的职者 就是先知 祭司即君王 论到祖前四百多年的时间 最后一位先知 马拉基他作王 马拉基他作为先知 传达神的话语 那个时候呢 背景是 以色列民被弄 回归 受先知 最后是受先知 哈盖和撒加尼亚 哈盖和撒加尼亚 两位先知 所激励 又在省长 索罗巴伯的领导之下 终于在祖前 五百一四六年 完成了圣殿的 重建工作 这是先知 不 省长索罗巴伯 他带领 以色列民 重建圣殿 这是回来的第一批人 回来的第二批人 是以色拉 带领他们 重搬律法 因为他们在 圣殿的 旧的遗址里面 找到了律法 律法书 所以说 先知 第二批 以色拉 带领他们 重搬 重新颁布 神的律法 第三批 回归的以色列民 就是 尼西米 带领他们 重建 圣殿的周围的 城墙 重建城墙 圣殿建成了 律法 颁布了 城墙 也修筑完成了 这时候 该是以色列人 最兴旺的时候 但是 非常的可惜 就当 尼西米 做以色列人 神长的时候 曾经有一段时间 他离开了 以色列 回到波斯去 到最后 当他重返 耶路撒冷的时候 情况已经 大不如从前 以色列人 当初爱主 火热 侍奉的心 已经 冷淡 已经倒退 尼西米 感到异常的震惊 于是他要 从事一场 改革运动 来恢复 父亲 以色列人 这记载在 传达的信息 他的主题 因为 在《尼西米》里面 所记载的 原来圣殿中 有一些 有一个收藏 数据 乳箱 等寄物的屋子 当时 由于 祭司 以尼亚时 与 多比亚 接亲 竟然 动用圣殿里的 这间房子 作为他们的 亲房 这是何得 令人震惊的事 原来圣殿的屋子 岂不是分别为圣 被神所用吗 一个身为祭司的 竟然 陷落到 如此的地步 公然把 圣殿的 分别为圣的屋子 居为己用 太令人 震惊了 并且 我们知道 因为这个事情的 缘故 祭司的腐败 罪 已经 进入了 以色列民中间 他们没有 敬畏的心 没有 浅诚的心 李西米 带着一颗 沉痛的心 当他返回 耶罗撒冷的时间 他要大大的改革 责备 那帮 以色列人 后面说到了 不单是 圣殿的屋子 被人使用 并且 人们不遵守 十一的奉献 更有人破坏 安息日 安息日的规律 规律 在安息日 榨酒 在安息日 做买卖 这些 违背了神的律律 甚至违背了神的 不尊重神 违背了神的婚姻的规定 太多了 所以说神就掀起了 他的使者 马拉基 来 责备 当时的 以色列人 马拉基 是一个 以审判者的姿态出现 呼唤 以色列人 重新 归向 耶和华 除了整个 马拉基书 它的背景 就是这些 整个 马拉基书 一共只有四章 从 重申的 他的大纲 主题就是要 马拉基谴责以色列名 他要重申 神的爱 立约 施慈爱的神 在一章里面 他 斥责了 以色列人 对神的不忠 特别论到了 祭师的不忠 从一章六节 到二章九节 他们 藐视 六节说 藐视我名的祭师啊 万君之耶和华 对他们说 对你们说 儿子尊敬父亲 仆人敬畏主人 我继位父亲 尊敬我的 在哪里来 我继位主人 敬畏我的 在哪里来 那些 想到这些 想到这些事情 心里面很寒心 祭师们 他们就 藐视 神的名 甚至把 有残疾的 祭师说 你们将 污秽的食物 陷在我的 坛上 祭师说 我们在 何事上 污秽你了 令人很痛心 谴责祭师 祭师的不忠 献祭的时候 羞辱神 他们 根本没有去 忠实的 去 教导律法 待会我们会仔细的 我们会看看 这是 大纲的第一部分 谴责祭师的不忠 后面论到了 第二节 第二章里面 又论到了 神百姓的不忠 我们说是 差不多是 第一大部分 第二大部分 从二章十七节那边 告诉 说是 要宣告 耶和华要来临 耶和华 必接近祭师 审判百姓 审来临 一定因为 祭师的不忠 百姓的不忠 没有一颗敬畏的心 没有尊敬的心 令人很痛 令人很失望 我这几天 同时 也差不多 遇到这些情况 儿子 尊敬父亲 仆仁 敬畏主人 我们的神 又是父亲 又是主人 我们没有去尊敬祂 我们没有去敬畏祂 想到确实是 令人非常狠心的事情 好吧 我们说到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就 宣告了 从二章十七节到四章 四章第六节 神 宣告 认得了神的来临 因为耶和华 神要临到 要呼唤 整个以色列人悔改 呼唤百姓悔改 里面 既然呼唤他们悔改 也强调了两句 神要勉励 以色列人要信实的 去侍奉 三章六节那边开始 说 因我 耶和华是不改变的 所以你们雅各之子 没有灭亡 万军之耶和华说 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 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 而不遵守 现在你们要转向我 我就转向你们 勉励他们 百姓 悔改 转向神 同时勉励 百姓 要信实的去 奉献 侍奉 和奉献 两样事情 我们 勉励他们奉献 但是我们 常常在奉献中间 奉献中间 常常引用的 做万军之耶和华说 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 全然胜入藏库 使我家永良 以此事事我 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 轻浮于你们 甚至无处可容 勉励百姓们 信实的去奉献 任何奉献在一块 可能我有时候我也想 我们常常引用这处 引用这处经文 包括 格林多书信里面 所强调的 包括我们所 乐意奉献的神秘纪念 一定是奉献 在这边强调的 要是捐 捐 捐的乐意 是神所喜悦的 并且 这边强调说 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 因为那时候的背景是 百姓也不养活 没有养活那个立位人 分别为生的立位人 没有将当纳的十分之一 全然送入神的家 送入神的窗户 也是背景之一 马拉基 写着马拉基书的背景之一 百姓 百姓所犯的罪 这是个论到老大纲 大纲的最后一部分 第四章 宣告 以后华的日子 以后华的日子 非常重要的 最后以后华的日子 最后一章 第四章的最后一节 也就是说 旧约的最后一卷书 最后一句说 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 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免得我来咒诅遍地 非常大的 律法时代里面 非常大的警戒 告诫 说是咒诅遍地 原文的意思就是 要彻底毁灭 如果以色列人不悔改 神必向对待 一东那样的来对待他 咒诅遍地 就是彻底把 全地毁灭 假设不悔改的话 假设儿女的心 不转向父亲 父亲的心 不转向儿女的话 神就会咒诅遍地 律法时代的 接于 旧约时代的 结束的最后一句话 人不转向神 神就会咒诅遍地 这是律法时代 很多人喜欢把 旧约的最后一卷书的 最后一句和新约 启示录的最后一句 作为对比 那是律法时代 新约的恩典时代 启示录的 二十二章的最后一 二十一节说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常与众圣徒同战 这是恩典时代的 二十一节说 证明这事的说 是了 我必快来 阿们 主耶稣啊 我愿你来 后面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常与众圣徒同在 阿们 一个是咒诅 一个是祝福 新约是祝福 新约是恩典时代的祝福 九约是 律法时代的咒诅 那刚才我们分享的是 先知撒加尼亚书的背景也好 作者背景 以及他的大纲 论到这一点 我们今天我们就想 主要来看一看 先知 马拉基 那个时候 斥责以色列人 他们所犯的罪 我们具体的来看几项 通常你说是八项 或者是九项 但是我们来 来看一看 神 他借着马拉基 他借着马拉基 控告以色列人 是在哪些方面 具体来说是哪些方面 他们亏缺了神的荣耀 第一点 他们否认了神的爱 我们因为 这是我们的重点 我们借着这些 先知 马拉基 他控诉 斥责以色列人的 亏缺了神的荣耀的地方 我们来看一看 具体来看一看 我们的应用 好吧 因为比较多 也就是点比较多 好几点 第一点 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应用 他们否认了神的爱 这是马拉基 第一章的二节五节说 你们 耶和华 说 我诚爱你们 你们却说 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 耶和华说 以色录不是雅各的哥哥吗 我却爱雅各 勿以色录 使他的山林荒凉 把他的地业 交给旷野的野狗 以东人说 我们现在虽被毁坏 却要重建荒废之处 万军这些话 如此说 任他们建造 我必拆毁 人必称他们的地 为罪恶之际 称他们的名 为耶和华 永远老陆之名 你们却说 你们必亲眼看见 也必说 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 被尊伟大 这边很明显的 说到 说到 耶和华说 称爱 称爱你们 但是 以色列人 他们 否定了 神的爱 神的爱 在救援里面 出现了三十多次 神也在以色列中 显明了他的慈爱 总是在罗亚时代 因为人的罪恶太大 神 依然为 以红为继 欲人离约 神的爱 在救援里面 显示的 非常的多 但是以色列人 他否定了神的爱 说到先知 马拉基 他呼唤以色列人 悔改 归向神 神就会以不变的爱 来爱他们 对我们的应用 我想 不用再重复多 弟兄姐妹们 能够理解 神 每天 每时 每刻 都以永远的爱 神的慈爱 来爱我们 我们 很多时候 我们保认了 我们藐视了 神的爱 所以说我们也要悔改 像以色列人一样 要 遵从 限制 马拉基的劝戒 他的赤子 现在也是在 跟今日的我们 在说话 第二点 他们 藐视了 神的名 第一章第六节 藐视我名的祭司啊 藐视我名的 藐视神的名 藐视我名的祭司啊 万君之言和我对你们说 儿子尊敬父亲 仆人 敬畏主人 我继位父亲 尊敬我的人 在哪里呢 我继位主人 敬畏我的 在哪里呢 很严厉的警告 藐视神的名 没有一颗敬畏的心 没有一颗尊敬的心 马拉基他 生动地举出了例子说 儿子要尊敬父亲 仆人要敬畏主人 我们 没有尊敬我们的父亲 我们没有敬畏我们的主人 亏据了神的荣耀 第三 他们污秽了神的电 七节八节 一章七节八节 你们将污秽的食物 陷在我的坛上 且说 我们在何事上 污秽你呢 因你们说 以后华的桌子 是可藐视的 祭坛是可藐视的 你们将瞎眼的 现为祭物 这不是恶吗 将缺腿的 有病的献上 这不是恶吗 你献给我的 你献给 你的神掌 祝喜悦吗 岂能看重 你的情面吗 这是万军之下 华说的 好 我们的应用 很简单 我们将瞎眼的 现为祭物 将缺腿的 有病的献上 九月先祭 我们新约的奉献 是一个道理 再说到一点 就是论到了一个 一个实际情况 很多时候说神学生 神学的包括传道人 像作为传道人 之前要读神学院 很多时候就这种现象的发生 一个人说过 他们以前的 在台湾 这不是我编的 他们读不了 上不了大学的 上不了好学校的 都去读神学院 能够上好学校的 就去上好学校了 上不了大学的 最后都去神学院 在有些地方传道人 也是这样 有好工作做 有好学上 他不会去做传道人的工作 不会去做传道人 不会去读神学院 这么说的了 包括我们的奉献 很多时候也是一样 因为秒是 一和华的桌子 所以说将瞎眼的线为级物 将缺腿的有病的线上 很严厉 误会 神的电 第四点 违背 神的律 马来基书二章 一节二节 众祭司啊 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 万君之耶和华说 你们若不听从 也不放在心上 将荣耀归于我的名 我就使咒诅临到你们 使你们的福 福分 变为咒诅 因你们不把诫命 放在心上 我已经咒诅你们了 为什么刚才我们说了 要读尼西米记 是因为那有背景 是因为很多人 那时候以色列的百姓 违背了神的律 他们没有把神的律法 放在心上 偏离了神的诫命 得罪了神 好 说到这一点 我们也可以想象 事想 立马就可以得出结论 我们的现今的应用 现今有很多的基督徒 之所以在他们的生活里面 只行事为人上 不能讨神的喜悦 其中一个主要的因素 就是生命中 没有神的话语 没有把神的律法 放在心上 作为我们 行事为人的准则 以至于我们会得罪神 第四点 第五点 婚姻生活不圣洁 马来基书二章 十节 十一节 十六 十七节 包括三章的 一节到三节 我们读一读一读吧 二章的 马来基书 二章的 十节 十一节 说 你们岂不是一位父亲吗 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 你们个人怎样 以诡诈代弟兄 背弃了神 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 犹大人 行事诡诈 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 行一件可证的事 因为犹大人 亵渎 亵渎耶和华 所喜爱的圣洁 去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 婚姻的不圣洁 去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 神是祭邪的神 婚姻之约是神圣的 是宝贵的 他教导以色列人 要重视婚姻的圣洁 及一夫一妻制 我们现在处在一种 算是一种道德低落的时代 最少在中国的国内 没有二房三房 好像有钱的人好 或者普通的人 好像是一件很可耻的事情 越多 好像 感觉了自己 越有地位 越有身份 婚姻生活的不圣洁 没有一夫一妻制 美国这边也是一样 很多人 好多人 这点是非常敏感的 大家都是非常熟悉了解的事情 先知 麻辣机 谴责 斥责 以色列人 婚姻生活的不洁净 当然这方面 属灵的含义 大家应该很容易理解 去外侍奉外邦的女子 去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 我们很多人 对神的不忠实也是这样 我们说过婚姻生活的不洁 这是属灵的意义来理解 就是我们所信仰的 我们一方面 侍奉我们的神 另外一方面 我们又侍奉别的神 这就是生活 婚姻生活的不圣洁的表现之一 好 接下来 第四 第六 滥造谎言 麻辣机 书的二章 十六节十七节 这边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 修妻的事和以强暴代妻的人 都是我所恨恶的 你们当遵守你们的 当谨慎你们的心 不可行鬼葬 不可行鬼葬 这是万军之一 好话说的 刚才我们说婚姻生活的不圣洁 接下来这本就是 论道老师 行鬼诈 滥造谎言 这也是人们 这也是人们所犯的罪 以色列人所犯的罪 跟我们 我们现在 我们的警戒 对我们 现今的应用 滥造谎言 我们说到了 滥造谎言 行鬼诈 谁叫到我们 不要行鬼诈 我们去 行鬼诈 滥造谎言 这是第六点 第七点 马来基书三章七节到十节 我们也读到了 这边说 人 岂可 夺取神之物呢 你们尽 夺取我的贡物 夺取神的贡物 第八节后半部分说 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 和当线的贡物上 那个时候 他背景是 以色列人不纳十分之一 不养活 被分别为圣的 第九不沾的立位人 他对我们现今的应用 非常的 适用 非常的适用 非常大的警戒 我们夺取了神的贡物 也就是说 在我们当纳的十分之一 和当线的贡物上面 夺取了 我们夺取了 我们没有去 在当纳的十分之一 和当线的贡物上 尽我们的本分 这点可以扩展到说 我们今天 不用扩展 比方在时间上面 在金钱 金钱上面 财物上面 我们当献给神的 我们没有献 是当纳的 是我们的本分 不是说我们 好多人 把这一点误解 算是误解了 或者是没有完全的理解 以前说是 我们当捐的 乐意的捐献 那是我们 凭自己的感动 逃神的喜悦 我们乐意的去捐献的 乐意的捐献 和当纳的十分之一 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当纳 你必须要交纳 我们的本分 我们有了 我们乐意的去奉献 去乐捐 那是另外一回事情 但是我们有 当纳的十分之一 和当线的贡物 是应当的 是本分的 是我们必须要去做的 我们夺取了神的贡物 这是第七个方面 最后一个方面 不肯 侍奉主 三章的十三节到十五节 好我们读四章的五节六节吧 四章的五节六节 三章的十三节到十五节 没有去侍奉主 耶和华说 你们用话顶撞我 你们还说 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呢 你们说 侍奉神是突然的 遵守神所吩咐的 在万君之一环面前 苦苦栽戒 有什么意义出来 如今你们 如今我们称狂傲的人 为有福 并且行恶的人 得建立 你们虽然试探神 却得脱离灾难 那些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 耶和华刺耳耳听 却有纪念册在他面前 基罗那敬畏耶和华 思念他名的人 万君之耶和华说 在我所定的日子 你们必属我 特特归我 我必连续你们 他们 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 我们没有去 全然的献上自己 来侍奉我们的神 因为以色列人 竟然胆敢说 侍奉神是突然的 苦苦摘戒又有什么益处呢 他们看到了都是表面 他们以为 过一个敬拜的生活就行了 表面上面的敬拜的生活都行了 他们不需要苦苦去摘戒 他们不需要全然的去侍奉神 很大的境界 对我来说也是一样 很多时候我们找借口 很多时候可能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一些想法 我们自己有自己的一些规律 我们自己有自己的一些 excuse excuse 有些自己的一些借口 神所要我们的 是一颗全然的 侍奉他的心 是一颗深爱他的心 这样我们才能够得神的喜悦 并且还带着能力去侍奉他 马拉基在这边 虽然是以审判的信息传达出来 但是他所要表达的 是神的爱 是何等的神 我们要告诉我们要全然的来 侍奉他 不要以为我们侍奉神是突然的 不要以为我们遵守神的诫命 苦苦栽戒 没有益处 我们内心里面去敬畏他 我们全然的去侍奉他 神的祝福 神的恩典 一定会领导我们 所以说在 最后一卷书 最后一章里面 最后一章 宣告 神宣告 马拉基书的第四章 宣告 耶和华的日子 万军之耶和华说 那日临近 是如烧灾的火楼 凡狂傲的和行恶的 必如醉酒 在那日 在那日必被烧尽 根本 脚掌之下 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所以说 向那些 敬畏 神明的人 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 神给我们的最大的盼望 以后我的日子 给我们最大的盼望 希望我们每一个人 来敬畏 神的名 对神有一颗 敬畏的心 对父亲有一颗 尊敬的心 好 这就是我们的应用 我们思考了 马拉基书的作者 马拉基他斥责 谴责以色列明 所犯的一些罪 差不多八个方面 所犯的罪 我们八个方面 小方面我们 有所思考 也作为我们的警戒 愿神 能借着 先知马拉书的警戒 也是一样的 向我们每一个人 提出警告 叫我们真正的 来敬畏 尊敬 我们的神 并且 能够全然的侍奉 并且也能够 将我们当纳的十分之一 和当线的供物 都送入神的家 那么 神的祝福 神的恩典 就会领导我们 就会向 我们这些敬畏 神明的人 有公义的 公义的日头出现 我们有 神的 更深的 祝福 更大的恩典 来领导我们 愿神祝福他的话语 也祝福我们 每一位弟兄姐妹们 无论